企业出海抢单 外商不断回流 双向奔赴的中国经济 任性强 潜力大 活力足 好多客人他们想过来 他们想过来订货 他们想过来看新的产品 海陆空齐头并进 畅联国内国外大市场 两会代表委员热议如何促稳提质 发挥进出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张静 今天我们继续两会报道 卯足干劲抓开局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继续发挥进出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 而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之一 就是进出口 促稳提质 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2022年 我国外贸顶住多重超预期压力 规模首迫40万亿元关口 实现稳定增长 不过受外部市场需求收缩的拖累 今年我国出口面临的挑战增大 外贸如何才能向着 促稳提质迈进 两会代表委员又有哪些建言献策 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2月19日 四川省成都市 今年首个出海抢订单的 正企代表团成员们 陆续抵达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作为成都造万家公企系列活动之一 此次出海活动 组织了来自成都电子信息 装备制造 医药健康 新型材料等领域的36家企业 他们将开始为期五天的德国之行 法兰克福的这场采购对接 即成都市招商引资推荐会 是成都政企代表团 此次德国行最为重要的活动 虽然活动下午三点才开始 但上午十点 各个企业就陆续赶到现场 做起了准备 因为我这次带的这个产品 还是相对丰富一点 所以我们想早一点过来 一个挂 一套一下 那像这个溢价就非常重 为什么我们要带过来 是因为可以体现 我们成都服装人的一个专业度 丁媛媛在成都经营一家 高端定制服装公司 此次德国行是他第一次将目光 瞄准海外市场 不仅拖了一个大行李箱 装了五个专业服装袋 三十套成衣 连熨烫设备都从成都搬了过来 丁媛媛忙着运烫精心设计的衣服 其他企业的代表也早早来到现场 准备样品和资料 我们是专门为这次来做的一个准备 而且把所有的材料都翻出来全英文 希望是能够是这次通过 就是欧洲 德国之行 然后是把我们的产品 推荐给欧洲的客户 下午三点 推荐会迎来了德国 奥地利 意大利等 五十多家欧洲企业的采购高管 此次德国行团长何建波 第一次见到了合作五年的伙伴 哈拉尔德 布拉泽克 千封邮件不如一次见面 双方在现场就签订了两台价值 六十八万欧元的热泵销售合同 以及在奥地利成立欧洲服务公司 德语区五百万欧元独家代理协议 合作了五年 这也是我首次给MCAO见面 一方面提醒了我们欧洲客户的信心 另外一方面也坚定了我们 要到欧洲去进一步的 这个拓展市场 扩大市场份额 把中国的先进技术 把我们的创新的应用场景 应用到欧洲去 我们长期合作的原因是 大家可以一起共同努力解决很多问题 合作氛围很好 我们涉及到吸收式的技术 中国是最领先的 而且是中国在向欧洲推广 为期五天的德国行 成都企业共签向5.83亿元人民币订单 自去年12月开始 浙江 江苏 山东 广东 安徽 重庆 四川 辽宁 吉林等多地组织的 出海抢单团 热情吩咐全球各地的经贸团 带着决心和信心抢回订单 也向世界传递出中国经济鲜活的生机 复苏的任性 对 发那个图片 就是我跟她的合影 我当时拍的时候就想一定要留个底 要不然她对中国人脸盲的话 她可能记不住我 2月27日 回到成都的第一个工作日 丁媛媛就给推介会上认识的 欧洲中小企业联合会主席 博斯曼发去了邮件 这次感受真的特别深刻的是 以往在我的概念里边 就是出海去抢单 或者做一些项目 都是我们大型的央企 或者是国企等等这样的单位 那么这次在国家高度重视 中小企业的经济发展的大潮下 然后我们也赶上了一波 非常好的一个发展 就是可以直接跟海外的一些 世界500强的企业 那对我们来说 我们也想趁热打铁 打铁要趁热 作为一家中小企业的经营主 丁媛媛此前 从没有想过 自己能跟世界500强企业 面对面商谈订单 在她看来 这次德国行 对于公司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丁媛媛打算抓紧时间 再升级一批设备 我们为了这个与时俱进 计划5月8号开始 进行整场的一个软硬件的升级 那首先从那个上面的话 我们就会使用这个全球 最先进的一个吊挂系统 这样的话会增加我们的人效 也就是说如果目前一天产能 是这个500套的话 接下来我们会翻倍 设备的话 您看到这条产线 我们现在目前做的是 这个商务症状居多 我们接下来会再扩一条到两条产线 德国之行拿回订单后 对于这家制造企业而言 新的考验也刚刚开始 我们的结构设计还是分体式的 因为这块是要PD认证 最麻烦的就是这个PD认证 我们的结构形式 都比常规结构要复杂得多 在技术部的办公室内 总工程师熊自平正带领团队 对奥地利订单中的大型热泵设备 进行研究设计 这台热泵不仅有5米高 重量更是接近67吨 是以往出口产品的6倍 为了保持产品的性能 与运输安全 必须重新设计 规格比较小一点 我们就是整装出口 就是机组都装完了 调试好了才出口 工作是难度的大一些吗 要难得多了 起码二三十个借口 这些借口我们都避受风度 还要保持真空状态 到现在以后 这些口都要取开 还得对接 现场把阻害 熊自平告诉记者 这个大型热泵 通过余热资源驱动 进行供暖或制冷 节能又环保 被业界称为 余热利用专家 中国作为这一领域的 主要出口国 更高的技术 更优的服务 使他们能接下订单的底气 在修化的智能和修化 吸收式热泵方面 中国技术就是世界技术 可以说在这个领域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 能够有中国这么多的配套优势 技术优势 工艺优势 产业工人优势 以及成本优势 打铁还需自身硬 为了保证高品质的服务 焊接工人都要取得欧洲 PED认证资格证书 才能上岗 所有汉缝需要通过 X光线的碳伤检测 甚至针对海外客户 还专门建立了数字化的 全球运维系统 我们今年一季度 到现在为止 就是这三月份吧 我们整个订单 大概增长了80%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尚锡 一直围绕经济社会发展 重大问题 建言宪策 在他看来 2022年 我国外贸规模 首获40万亿人关口 这意味着 在全球经贸环境 动荡的大背景下 中国外贸顶住多重压力 实现了稳定增长 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 2023年 全球经济衰退风险上升 外需增长 持续放缓 是中国外贸 面临的严峻考验 我想只有经历 这么一些磨练 那么我们的 这些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才能进一步提升 也可以说 当前的这种 严峻的这种形式 也可以说是一块磨练 在磨练我们的 这些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通过这个磨练史 使我们的国际竞争力 不断地提升 在全国人大代表 辽宁大学校长 于秒杰看来 要想建设贸易强国 高质量供给 是外贸企业 转型升级的 必有值 怎么样子更好的 来自到我们的出口 或者是说我们的进出口 更加具有竞争力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做到 通过高质量的供给 来创造有效的需求 这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指出的方针跟方向 也就是说 我们应对 哪怕出现的 有可能有的外需批转 我们最重要的要做的事情 是通过高质量的供给 以前也是有供给 但我们都通过 产品的转型升级 产业的转型升级 跟价值链的爬升 来实现到一个 高质量的供给 来应对 可能有的需求的冲击 新年开新局 不仅中国企业 闯全球拓市场 海外客商的回归 更是彰显了 中国经济的活力和权力 春节过后 义乌国际商贸城 就恢复了网日的繁忙 这间东南亚餐厅的生意 也跟着红火起来 印度菜 尼泊尔菜 中东菜 这里应有即有 如果感觉我想吃印度菜 尼泊尔菜 中东菜 来与我 这边这样的菜非常好 味道很好 吃饭很好 什么东西都 我们就听着 什么东西都可以 就是标准的味道 很正常的 尼泊尔小伙 毕萨和他的中国妻子 经营着这间东南亚餐厅 他们告诉记者 随着中国疫情防控政策的持续优化 店里用餐的外国客商越来越多 营业额也跟着水涨船高 餐厅面积也越来越大 比疫情的时候 现在这个生意好多一点 最小的有 45个的 差不多60个的都有的 客人明显多了很多 印度 巴基斯坦 法国 阿富汗 埃及 好多都是三年没有建 政策放宽之后 不需要扫码 就是很多人都回来了 我们餐厅就扩大了 本来我们是一间 现在我们扩大三间 然后就是菜品 每个菜系里面 都增加两到五个菜品 因为我们现在有三个厨师 但是 就是未来客人越来越多 我们三个厨师肯定是不够 所以我们还必须再造多两个厨师 莫菲是这家店里的常客 最近他在义务东奔西走 不仅要邀约海外客户来华采购 还要保证货柜顺利发出 你用到什么时候的机票 2月10日 莫菲的桌上摆放了一本日历 2月3号拜访市场经营户 2月4号准备孩子开学 2月6号去温州 2月10号装柜 近半个月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好多客人他们想过来 他们想过来订货 他们想过来看新的产品 要给他们订酒店 要看一下他们要去哪个城市 要去厦门 要去广州 去京江 那我们要订机票 订那个火车高铁票 整理他们的订单 年前他们下单的货 我们要看一下什么时候 可以我们订柜子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们出 然后我们要看一下我们城库的 我们后代的事情 有很多事情我们现在特别忙 我的朋友 现在你可以看到 义乌国际商贸城已经营业 你现在可以来中国 这里现在非常安全 根据义乌出入境管理部门的统计 目前义乌常驻外商突破1万人 比2022年上半年增长约20% 义乌机场的国际航班数量 也恢复至2019年的水平 随着外商的不断回流 组团出海抢回的订单忙着交付 陆海空国际物流通道 也跑出了加速度 这些设备电梯 我们国家生产这个电梯国外的 包括超市用的 这个还有民用的 现在发出很多 还有就是工程上用的一些机械 从我们这个训练上 我们是可以看的 连云港地处江苏海岸线和龙海铁路起点的交汇处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逐渐发展成为一带一路强支点城市 也是江苏省第一大海港 在这里铁路可以直通港区无缝实现海铁连运 2022年连云港港口的货物吞吐量突破三亿吨大关 中欧班列的货运量也再创新高 2022年的去城同比增长是18.1% 然后回城这一块同比增长了是23.3% 2023年1月 连云港中欧班列迎来开门红 累计开行1410列 运送14.7万标箱 同比去年分别增长6%和13% 就在连云港铁路港区的工作人员 忙着把集装箱装上中欧班列 发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时 深圳小莫国际物流港内 一个全新外贸通道正式启动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深山特别合作区的小莫国际物流港码头 在我身后一辆辆崭新的汽车 正整装待发准备通过滚装班轮 运往中东地区 此次小莫国际物流港的汽车滚装外贸的 可首航一式正式启动 也标志着深圳再添一条国际物流外贸新通道 1月4日215辆汽车从小莫国际物流港直接发往中东沙特达曼港 与以往通过内陆港转运相比 现在物流效率提升三四天 深圳港打造辐射华南通达全球的整车进出口业务 卖出了重要的一步 汽车滚装外贸首航 为建设新一代世界一流汽车层 打下坚实的物流基础 同时也标志着深圳特别合作区 将成为叶港澳大湾区的东翼门户 4000公里外 一架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全货机 从乌鲁木齐地窝铺国际机场起飞 这是新疆首架跨境电商全货机转线 该批货物将飞往哈萨克斯坦阿克托别 主要是衣服 鞋子 香包等日用百货 共计15吨 此次出口跨境电商全货机航班顺利起飞 将推动更多中国造商品销往海外 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更加稳定畅通的 国际物流供应链服务 也开辟了乌鲁木齐市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正式启动跨境电商路空多市联运新模式 公司今年计划投入上亿元资金 开展全货机的融资租赁业务 重点投放在一带一路和新区城市 计划是一周飞两班 周二跟周四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开通乌鲁木齐发往德国 匈牙利和格鲁吉亚的三条新的航线 持续发运快议电商全货机 稳定畅通的国际物流供应链 让外贸企业能够快速 以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密切往来 碰撞信息 加大油门驶向全球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正式生效一年来 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在越南 之前我们的出口报关的时间 七到十天 下降到三到五天就可以解决 在经口货物方面也带了很多的边境性 清关的时间从之前的十天左右 下降到三到五天 随着RCEP的指示 我们的原产品正式都是谁用谁开 大大节约了我们的业务效率 作为机械制造企业 向东升所在的公司 享受到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带来的甜头 不仅清关时间大大缩短 从日韩进口的零件关税 也从6%降到4.8% 对我们亚太的业务有一个快速增长 在2022年我们亚太的业务增长100% 投资贸易和营商环境更加优越 使我们深根泰国市场 用到从年到年的突破性成果 对企业来说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实施 关税降低 带来的贸易成本下降 提振了区域内贸易往来的意愿 2022年 我国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其他成员国 进出口中间产品8.7万亿元 增长8.5% 占同期 我国对其他成员国 进出口总值的67.2% 2022年 韩国东盟对华投资 分别增长64.2%和8.2% 为了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 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 促进进出口平稳发展 2022年4月 税务总局等10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大出口退税支持力度 促进外贸平稳发展的同志 2022年9月 商务部印发 支持外贸稳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一系列稳外贸新举措 助力外贸企业抓牢订单 激发产业链活力的同时 更夯实了中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 韧性与实力 中国已经采取了不少的外贸的这些政策措施 去年的减税将会规模是达到历史的新高 就是4.2万亿 也是这些措施现在还在继续地发挥作用 我觉得除了这些政策措施进一步完善之外 怎么样加快内外贸一体化的这些体制 其次的这个改革 这个肯定是需要考虑的 这也所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 各界新化整格局这个体重的应有之一 我对今年外贸总体上是非常有信心的 或者说是比较乐观的 因为事实上来讲 如果我们看2022年的外贸数据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去年的外贸数据 净出口总额是42万亿人民币 然后出口是23.9万亿 进口是18.1万亿 换言之的话 这里面将近58000亿万亿的人民币的顺差 那我对今年的判断是 今年应该是也基本上能够达到顺差 5.7万亿左右这样的一个外贸顺差 海关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前两个月 我国净出口总值6.18万亿元人民币 其中出口3.5万亿元 增长0.9% 外贸实现平稳开局 从具体行业看 接电产品出口略有增长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下降 外贸稳规模 优结构效果开始显现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 开年以来 多地组织外贸企业走出去 将海外客商请进来 以及一系列贸易促进措施的落地 大大增加了外贸企业拓市场 接订单的渠道和信心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持下 我国外贸企业修炼内功 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一个个新增长点 汇聚成了我国外贸增长强劲的新动能 戳力奋发 卯足干劲 中国外贸正在蓄力前行 向着促稳提质买进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